大家好,我是雀璇 大家好,我是雀韻如 欸,抱歉喔,之前我很搶戲,你在裡面還好嗎? 還好啦,至少李子維這一陣子對我都很好 你一直在裡面,想盡你都演到第10集了耶 你是認真追嗎? 認真追可以幹嘛?把李子維追到嗎? 李子維是我的 可是我覺得你是用我的身體追她的,所以是我的 你覺得別人聽得懂你在講什麼嗎? 我成績很好,你可以問我 好,那你要不要承認,李子維喜歡的是誰? 黃宇萱 可是黃宇萱就是陳昀如,因為李子維就是王全聖 欸,你不要在那邊玩這種文字遊戲,文科很了不起嗎? 好,我不跟你吵,我想認真問你幾個問題 你既然是從2019年來的 那你到底是附身我?奪色我?還是我的人格分裂的啊? 那你每次來的時候,我在哪裡啊? 應該都有綜合 那你好意思 什麼好意思? 對我附身、奪色、精神分裂這種事情啊? 欸,陳昀如,你負能量一定要這麼滿大嗎? 對我沒辦法控制 我們兩個碰面都吵成這樣 你覺得第10集,李子維跟王全聖在機場碰面 為什麼可以這麼和平,還可以互相傳承? 因為他們的目的都一樣,就是愛黃宇萱 我們兩個的目的也都一樣,都很愛李子維啊 可是他們是同一個靈魂在不同的身體 你根本是不同的靈魂在同一個身體裡面嘛 簡單說,他們兩個肉體其實同一個靈魂 那你跟我兩個靈魂要搶我這個肉體 所以我們曹哥很兇勢很正常 我覺得你講的會讓觀眾聽得更糊塗 我只是在幫大家練練腦袋 大家會用鏡頭機,心機推理啊 其實網路上已經有很多人 他們都有猜測到後面的情節了 真的嗎? 那我等一下回家的時候想要開電腦 看看大家怎麼說 你是說你要回家打開那台 光開機就有5分鐘的Windows9吧? 還要聽那台一直嗶嗶嗶嗶的數據機鬼叫嗎? 你想查什麼?我直接幫你啦,來 不是啦,我只是覺得很奇怪 當然每次都拍你們三個人 幫你去讓李子維謝芝琪穿越過來的方法 那你們到底是怎麼回去的啊? 唉,每次都是莫名其妙被叫醒 你生什麼氣? 李子維她可是要死掉或者變成植物人才可以穿越 而且她附身的對象也都沒有讓對方感到困擾 但是你有想過我的感受嗎? 我本來以為你就是跑到我身體裡面去過我的未來生活 我是因為這樣有了你的記憶是沒有錯啦 可是我沒有去到未來過你的生活 而且李子維講回到未來看起來根本好像也不是那麼一回事啊 你們幾個穿越未來可以說看未來是怎樣的嗎? 其實真的沒什麼變 現在車子不會飛上天也沒有網路或者是科壞小說說得那麼神 你只要活過2019的小年夜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是小年夜你會被殺死 如果來得及的話記得趕快逃 那我們先走了 掰掰 誰要殺我 你腳往這走啊 一起死一起死回來 謝謝各位收看收看收看電影 也謝謝各種留言按讚分享跟指教 為了讓我們節目越來越好你的意見很重要 每個留言我們都會私下討論成為製作影片的重要根據 所以來吧 重要的是來訂閱來講心事來留言都可以等你